月经贫穷我提你 提案 消除月经贫穷议题 去年经立院临时提案通过 教育部也将从112学年度起 在全台各级学校免费提供生理用品 高雄区监理所为响应月经贫穷运动 首先与平农来一厢公所合作 在幸福巴斯上免费提供生理用品 共同照顾弱势女性的隐性需求 推动幸福巴斯最成功典范的来一厢 来针对这些相关女性 或是说一些弱势族群 来搭乘幸福巴斯的时候 来提供或是建立 这些搭乘者的相关性别 平等的意识跟概念 我认为这个政策非常好 感谢我们相关人员重视这个问题 尤其我们乡公所非常重视 我们幸福巴斯 或者是我们乡公所的这些地方 我们都有准备 高雄区监理所表示 据统计 女性趋经年龄大约在10到16岁 而且女性一生平均花费新台币10万元 购买生理用品 因此期望透过幸福巴斯 协助较弱势女性 同时教育学生去除月经污名化 以及照护观念 因为对女生来说 她可以勇敢地说 她现在就是有这样的需要 她需要这个物品去帮助她 度过这个比较辛苦的 或者是比较不舒服的阶段 那对男生来说 她也透过这个机会 她可以觉得 她可以学习到说 女生真的有这么不舒服的时候 高雄区监理所 以来一乡幸福巴斯为示范点 后续计划推广到屏东其他原乡 甚至所辖高屏东棚四个县市 持续推动性贫教育 一同维护关怀女孩们的生理权益 原新闻巴朗 评诺来意 长报道